最近我听了一场学术大师的高屋简林的报告 迅速学到了许多正宗内功心法 这位大师就是邱承彤先生 当代最具影响力的数学家之一 获得过数学界的两个最高奖项 菲尔兹奖和沃尔夫奖 他证明了卡拉比猜想和正质量猜想等等 他的工作深刻变革 并极大拓展了偏微分方程 在微分几何中的作用 影响遍及拓普学 代数几何 表示理论 广义相对论等众多数学和物理领域 哦 杨老师 您接下来是不是要介绍一下这些成果 比如卡拉比猜想和正质量猜想是什么意思呢 回答是 我也不知道 以我的数学水平 无法评价邱承彤的成就 但无论如何 称邱承彤为数学大师肯定是没错的 邱承彤一开场 有趣的事情发生了 我本来以为他会从古希腊开始讲 没想到他一上来讲的并不是数学史 而是他来做这个报告的动机 什么动机呢 我稍微简化总结一下 中国的数学近四十年来虽然进步很大 但还远不能令人满意 仍然是以解题为主 很少有自己提出问题 自己找寻数学的主要方向的 诶 请大家仔细想想啊 近几十年来中国的数学成果是不是大多都属于解题呢 例如最著名的陈锦润证明了哥德巴哈猜想中的一加二 数学爱好者还会知道一个传奇的例子 一位中学教师陆家锡 解决了组合数学中的寇克曼系列问题和斯坦那系列问题 在积劳成绩去世以后 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这些成果当然都很好 尤其是他们在艰苦条件下坚持研究的精神 更加令人钦佩 不过啊 内行就会知道 对研究来说这还远不是最高境界 开创一个领域提出问题让别人来解 比在别人开创的领域当中解决别人提出的问题 显然层次更高 邱仁彤认为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啊 大概就是对数学的渊源不够清楚 然后他提出了一番严厉的批评 中国的数学式研究过于关注考古 集中在中国古代数学的断指残章 对世界数学发展的渊流并不清楚 往往夸大中国古代的贡献 有如当年义和泉认为中国武术胜过西方的船坚泡利 在这种自欺欺人的背景下 一般学者不知道世界数学的历史背景 所以宏观思考不够 开创性的思想不足 诶 这个批评对不对呢 请大家仔细想想 平常见到的中国数学式研究 是不是大多着落到中国古代数学多么多么厉害 着落到唤起民族自豪感 实际上啊 内行早就能看出其中的问题 我对数学远不算内行 但在调研了一些资料后啊 我都能看出中国古代的数学成就远不如古希腊 因为古希腊提出了公理体系逻辑证明方法 从少量的公理严格推出大量的定理 这是数学的正道 现在所有的数学家都是这样工作的 而中国古代的数学呢 没有公理体系 研究的大多是如何计算面积 体积 比例等实用问题 在层次上就相趋甚远 中国古代数学确实产生过一些杰出的成果 例如祖冲之把圆周率算到3.1415926 但缺陷在于由于没有公理体系 这些成果都是孤立的 不成系统 难以进一步发展 而且由于缺乏论证 还经常失传 祖冲之计算圆周率的方法 我们现在就不知道 因为被看不懂祖冲之著作的学生穿丢了 因此对于数学史以及任何历史的研究 我认为根本出发点都应该是实事求是 而不是作为获取民族自豪感的工具 实际上我对中华文明非常有信心 但我的信心来自我们真实的成就 未来的前景 而不是虚假的成就 夸大的宣传 真正重要的是现在努力 争取将来做得更好 而不是去争祖上先前阔 看清以前的缺点 现在才能走对方向 如果一个人不敢承认事实 只有从歪曲宣传中才能得到自信 那这种所谓自信 岂不正是自卑吗 顺便说一句啊 邱成彤在演讲中多次提到 我们中国人 虽然邱成彤的国籍是美国 但他在文化上 感情上显然自认是中国人 这也正是为什么他愿意直言批评中国的弊端 因为他觉得自己对中国的发展负有责任 因此他最近发起心愿 希望大家努力了解世界数学史 尤其是18世纪以来的发展 这些大数学院的思维影响至今 接下来的近一个小时啊 是我人生中经历过的信息密度最高的时间之一 黑科帝国当中有一句著名的台词 你有一睁眼说 I know Kung Fu 听邱成彤传功以后啊 我的感觉就是 就是我懂数学史了 当然了 只是略懂略懂 我只是略懂 你懂 你是深藏不落 邱成彤从费马和牛顿开始 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 非常简洁的回顾了 从那时到2000年 数学所有领域的各个重大成果 这里的关键是所有领域 大家平时很习惯听人家一个领域的进展 但有资格讲数学所有领域进展的人 显然全世界都寥寥无几 邱成彤就是一个 在这里啊 我不打算详细介绍邱成彤讲的内容 因为大多数人都听不懂 令我感到最有趣的是 在邱成彤提到的数学家和研究领域中 大部分我竟然都略有所闻 真正完全没听说过的是很少的 这在很大程度上 要感谢我最近对庞加莱猜想和 鸾声之手猜想的调研 2018年对黎曼猜想的学习 以及读博士的时候对数理逻辑的自学 每做一份努力 即使你最初的目标不一定能达到 也可能在以后的某个时候给你带来好处 这是基本的道理 邱成彤总共介绍了200多位数学家 其中华人只有不到10位 真是叫做屈指可数 由此可见 从18世纪以来 中国对数学的贡献实在是不大 远远低于我们占世界人口的比例 当然了 只要是学过数学的人都很容易理解这一点 因为明白着嘛 数学教材上的人名 绝大多数都来自外国嘛 那么这200多位大数学家主要出自哪些国家呢 法国 英国 德国 美国 俄罗斯 都是传统的数学强国 值得一提的是 瑞士的欧拉 一个人就可以顶很多人 它的成果之多 领域之广 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 有一个国家传统上远不是数学强国 但奋起之追 现在已经相当强了 这个国家就是日本 邱成童提到了十几位日本数学家 这个数量大约是中国的两倍 我想这足以说明 世上无难事 只要肯登攀 我就稍等一会了 邱成童提到了 证明 梵 compartir 雨 雨 z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